而在这个月的1号发生在花莲市华东联动木造房的火警案 造成了8间房屋和仓库遭到了火灾状况 共有18位的民众受到了安置 而由于火灾的现场是属于国有地 如果3个月内未清理完成将会收回土地 国产署就表示清查合法承租跟非法占用的户数之后 如果合法承租户愿意在就地重建 将会要求受灾户来提出承租申请 并且依照了建筑法规限定面积重建 但非法占用的用户则是会将原地收回 暗夜之中熊熊大火吞噬整排联动木造住宅 这个月1号深夜花莲美轮工业区华东路发生火警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整排八栋房屋受损严重 十多名受灾户过了将近半个月人无家可归 他本来在那个礼社那边住一个礼拜日 叫我们要找房子 然后我国际先给我住 还没有讲什么 那时候先给我东西放进去 人家给我的衣服先放在那边 随便睡一睡 有位置睡一下就好了 收贷户中还有低收入户家庭 令姓阿嬷满脸愁容 一家四口住在这将近五十年 全家都靠补助打零工和阿嬷出外 减回收勉强度日 如今一场大火家庭生活再度陷入困难 要吃馒头要两三条 就等一天再去找 现在也没吃 由于火灾发生地段属于国有地 若是住户们在三个月内没有自行清理完毕 将会面临土地被收回的问题 后续也需要持续申请乘租 处境相当困难 就是他我们有在网络上 有找说看有没有人可以医务帮忙拆除 那我们就OK我们机具都有 那就想说我们机具自己调过来 那就来帮忙拆除这样 索性有在地热心业者 自发联合民间团体 前来协助林姓阿嬷清理家园 让他们能省下七到八万的清运费用 黄鼎琪表示 未来若是要在就地重建 也很乐意前来帮忙 现在短期之内看起来是已经无法返回原住地 会不管它是中期或长期的需求 我们在充分了解以后呢 我们会来做完整的一个提供 花莲县政府回应将会持续追踪进度 并且协助受灾户 期盼能让他们早日重返家园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